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二 好了好了好了 动了动了 换动了 换动了 来来来 拉动绳子 两块条石轰然倒了下来 条石后面露出了一条永道 马上就可以进入牧室了 哎呀 头骨 是吧 头骨 牧室之中一个头骨竟在棺果之外 把棺里面翻了一下把这个人骨可能就扔出来了 是谁把头骨扔了出来 在这个牧室的中部 就是我们发现有两个石板 它是就是说成人字形然后对接的 石板为何搭成了人字形 就刚开始看到的时候它是比较奇怪的 奇怪的石板究竟是奇特藏俗还是墓中机关 以条石铸成的这座牧丧 深埋地下四五米 规模罕见 能够享有如此规格牧丧的主人是谁 故事还要从一些奇怪的石雕开始讲起 2022年春 山东济南东郊 一处大型工地 在考古发掘的前期工作中 意外发现了一些大石块 石块体量巨大 上面雕刻出流畅的线条 它们是石像生 大型林井木道两旁的石雕像 一块石碑已经残破 但济南王三个字清晰可见 考古队员推测 这指的是原始中记载的元代大将张荣 他因战功卓柱 死后封为济南王 其家族是元代最有势力的名门望族之一 这一片大地之下 隐藏着张荣家族的墓园 果然随着发掘区域不断扩大 清理出来的墓葬越来越多 直到三月初 一座大墓终于出现了 这座编号为M50的墓葬 长度 深度 规模都超过了此前发现的所有墓葬 泥土之下 大块条石 一层又一层 通向一座深埋地下的石头城堡 木道的尽头是一面高大的石墙 考古队员赞成它为赵墙 可能类似于木门上方的门楼 也就是说从我们推测的这个木门每一门以上的这个罩墙 目前来看它应该是用了16层这个大小不一厚度不均的这个石块 16层条石砌柱而成的罩墙 让站在下方的人感到压迫 这个墓室就是带这么高的赵墙的 应该是我第一次碰的 这的确是一座大墓 赵墙后面是用石头搭建的墓室 感觉应该是青砌 哦不是 还是那些 下面 应该还是石块 条石层层叠叠叠 又一块条石出现了 墓主人在墓中藏了什么 来看一下这个墓 看吧 就是说从这个情况来看 它不是现在这个石头 下面还有一个石头 对 比如说现在看的话 它也不好说 这个就是现在看 这个应该是 因为下面那个也是横着玩的 这个应该肯定不是门楣的 不是门楣 会是什么呢 此时 墓道已经深入地下近四米 距离墓底还有多远 仍然是个未知数 继续深挖 继续清理墓道中的填土 突然又出现了一块条石 只是这块条石 树直地插在土中 与墓壁紧紧贴合在一起 当时判断 它应该是 就是封门之后 或者是这个墓室 建的完了之后 可能就是余下的一些料 但最初的判断错了 因为继续清理后 条石周围露出了白灰 白灰常用来粘接条石 只有在砌柱时才会使用 如果只是废石料 而是递端就会继续清理 广播剧成续清理 所以他们是在厨领队的景区 有点赞金 有点赞金 封门的表现 可以继续清理 牧主人封闭了什么 用手一敲 竟然有砖 通常大墓会在墓中设置壁堪 这的确是大墓 也的确有壁堪 考古队员对牧主人的身份 越来越好奇 壁堪里面会藏着什么呢 只是考古队员没有急迫地打开壁堪 他们在等夕阳西沉 繁忙的工地安静下来 两位现场领队才进入墓道 准备开启壁堪 因为壁堪位于木道最底部 无法判断结构 所以只有等到收工以后 地面震动最小的时候 再开启壁堪 这样能防止意外产生 导致木道垮塌 现场领队防震尝试搬动调食 调食后 露出了一个长方形的开口 像一扇悬空的小门 露出的黑洞格外幽深 这需要灯 灯 看一下里面 灯光照亮洞口 考古队员看见大块的土块堆在一起 现场领队刘秀玲尝试着抬起土块 下面空空如也 这是我摸着第一块土 准备往外拿的时候 就忽然想到这个问题 万一里面有那个 就是比较一些 就比如说石啊呀或什么的 所以我 其实当时想到这个问题 还是有点后怕的 壁坎里没有蛇 只有一些特殊的土块 土块上还有一些人工痕迹 奇怪的事情出现了 明明是人工凿出 但壁坎中却没有任何器物 这似乎有些不合情理 一个空壁坎 为什么用条石挡住呢 突然一个小土块 引起刘秀玲的注意 土块上的确有些斑驳的字样 已经很难看清 字大多写在纸上 刘秀玲判断 最初壁坎中 很可能藏有纸张 高度腐烂后 在土块上留下了痕迹 这是一座精心建造的壁坎 工匠先在墓壁 凿出一个规整的方形土洞 用石头凿出石门 旁边砌住青砖 白灰加固 最后用条石挡住洞口 很明显 墓主人曾用心地建造这座壁坎 虽然没有留下器物 但根据纸的残迹 考古队员猜测 这里应该放置着一些重要文书 以至于专门建造了这座地下保险柜 是什么文书呢 是否与墓主人身份相关 考古队员需要深入墓室 寻找答案 同时也对这个墓就是那个期望可能就更高一点了吧 但是三块封门石彻底挡住墓门 一时难以开启 有没有别的入口呢 突然 考古队员想到了墓顶 前期勘探时 考古队员就确定了墓顶的位置 考古队员改变发掘思路 决定根据墓顶的情况 判断能否进入墓室 当清理到两米深时 土中果然露出了大条石 这就是墓顶 考古队员正在清理调食周围的泥土 突然一个洞口出现了 这个是不是也是转啊 洞口越来越大 防震用工具尝试着探一探 结果孔洞吞没了整个手柄 找个探柴 这个鲜嘛 鲜把是 铁鲜也几乎全部伸进孔洞 依然没有碰到任何东西 这个发现让考古队员很兴奋 墓顶没有垮塌 而且墓室很大 只要移开墓顶条石 就可以进入墓室 但考古队员又犹豫了 因为揭开墓顶 可能会破坏墓室结构 慎重考虑后 考古队员重回到墓道 他们决定 移走封门石 从墓门进入墓室 清晨 M50号墓葬的墓道 开始增加支户 因为此时 已深入地下约五米 一旦发生坍塌 后果不堪设想 每块封门石 都有几百千克重 仅凭人力 很难移动 一辆小型挖掘机 前来增援 考古队员想把条石 绑在挖斗上 吊出雾道 可一个棘手的问题 却出现了 经过加固后 原本就狭窄的木道 现在更窄了 挖斗能勉强伸进去 可驾驶员看不到 下面的情况 只能依靠指挥执行 果然 起吊时的晃动 难以控制 我觉得还是算了 如此推进 但凡发生意外 后果不堪设想 这一次起吊 还没开始 就被紧急叫停 第二天一大早 济南市考古研究院副院长 郭俊峰 就来到考古现场 起吊风门时的细节 不断被论证 怎么挪 你说挪一边 能挪动吗 一挪那边不吊上来 要不然你没法挂绳子 没法挂这吊装带 它就是直接闭上去 条石之间缝隙太窄 没法拴绳子 但吊装带又必须穿过 才能捆住条石 怎么办 办法总比困难多 来给我个帽子 我下来看看 你把它奔下来是吧 你上哪跑 对对对 考古队员打算 在最上方的条石间 插入铁签 借助绳子的臂长 利用杠杆原理 撬开条石 我觉得不一定能拉动 如果能伤劲那就好刷 一二 好了好了好了 动了动了 换动了换动了 来来来 调石后面露出了一条涌道 只要将三块封门石调离木道 就可以进入墓室了 要不然叼的时候咱都上去 这样保险吧 要不然叼的时候咱都上去 它石头碰下的这个 这个就滑了了 你小心点啊 在上面呀 调石起调 极为缓慢 因为驾驶员完全看不见木道里的情况 静平与现场指挥互相配合 不断在狭窄的木道中调整着调石的角度 很快 上方的两块封门石被顺利调出木道 但是轮到最后一块封门石 却遇到了难题 这一块条石最重也最宽 而且还刚好卡在壁龛中 几乎没有可以移动的空间 一 来 一 二 不行 挡住了 即便考古队员用尽全力推动调石 也只是稍微有一丁点移动 郭俊峰仔细观察后 想到了一个办法 咱这样咱再把它推回去 推方向右方一次差不多了 反复摇晃条石 角度一点点倾斜 你别砸一串 你爽里边 一 二 好嘞 终于条石告别了壁龛的阻挡 停 最后一块封门石也生出悟道 封门条石后面 一条低矮的涌道 通向墓室 墓室封闭六百多年 这里是一个完全未知的空间 仔细观察涌道结构 确认安全后 考古队员才进入墓室 是 里面还有桌 也是上面落下来的 然而眼前的情景出人意料 墓室底部积满泥土 一时间难以看清墓中情况 借助灯光 刘秀玲仔细查看 墓头啊 墓头 墓角出现了一节墓头 上面有长方形孔 像是笋毛结构 考古队员发现了头骨 看上去已经严重朽烂 上面还缠绕着植物的根须 这会是墓主人的头骨吗 但为什么会出现在关外 更特殊的是 在墓室几乎正中间 又有一个奇怪的发现 就是我们开启这个墓门之后 然后就是我们就是 从这个墓门的位置 向墓室内之内看 就是发现它是比较空的 但是在这个墓室的中部 就是我们发现有两个石板 它是就是说 成人字形然后对接的 而且在这两个石板的顶部 还有是还垫了一个砖 突然出现的人字形石板 会是什么呢 就是感觉 第一个感觉是哎呀这不会是个墓质吧 但是它应该不会放在那个地方 墓质可有墓主生平世纪的石碑 一般会放在墓中显眼的位置 但是防震却感到非同寻常 刚开始看到的时候它是比较奇怪的 因为一般情况下 它这个墓室中部 它肯定是放置这个 就是放关的位置嘛 一般来说它既然放关了 它不可能就是说 在这关上面 就放着这个石板嘛 这组不同寻常的石板 引起考古队员的警觉 必须尽快清理墓室基土 才能理清头绪 破解异常 墓中基土被清理干净 只有部分棺木还保留在原始的位置 这个应该是个单棺 因为别的地方没有那个 别的就是棺的痕迹嘛 现在我们清的过程中 就只有这一个棺 所以这个木的话 应该就是单棺 虽然棺木只残存一角 仍能看出大致宽度 这里只能容纳一个人 这个棺木它保存的应该是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其实腐朽的 不是很严重 还是这个地方是保存得很好的 可以看出棺木用料上乘 历经六百多年 仍然没有完全朽烂 最明显的就是说明 它家的材力还是可以的 考古队员在基土中 发现了一些瓷片 拼起来之后大小 这个相对来说小碗 手掌大小 这个这一块看这个 右色就是清白右嘛 刻花 你要看这样的话 应该是一个 那个小小 右侯春瓶 这个右色也比较好 这个胎也比较好 一件又好 胎也好的玉湖春瓶 为什么成了碎片 墓主人在墓道中 精心建造的壁龛 用条石 砌筑出出一座 坚固的防盗城堡 它会是谁 墓室中又经历了什么 考古人员没有找到任何信息 可是 他们不打算放弃 赵永生 体质人类学家 主要从事古代墓葬中 人骨的整理 鉴定 与研究工作 让骨头说话 是他的擅长 M50号墓中的尸骨 保存情况很差 不仅散碎 而且腐朽严重 最大的骨块长度 也不超过10厘米 然后没有发现 多余的这个部位 没有重复的部位 只是这么说 没有重复的骨头 再次证明 墓中确实 只埋葬了一个人 扩张的一个趋势 所以他整个年龄 是偏大的 年龄可能在50岁 甚至50岁多一点 在元代 五六十岁是高寿 他应该是墓主人 头骨不在棺木里 显然是下葬后 被人扔出了棺外 而且墓室里 几乎看不到随葬品 极有可能遭遇了盗墓 考古人员想到当初 倾斜的木顶 他们加快了木顶的清理 这是砖 歪斜的木顶时 随着清理变得更加清晰 散乱的清砖 显露出来 这桃片吗 哎呀 血 呀 哎呀 天哪 太过分了啊 防震用手指擦掉泥土 一角的字样清晰可见 就是因为这个钱 一枚硬币 带来了气愤和失望 只有一种解释 它是盗墓者遗留下来的 硬币上的2013 说明盗墓时间不早于2013年 它如果是早些年 比如说很早的时候被盗的话 有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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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一点 但是如果是 2013年以后被盗的 那可能里面 甚至瓷器也都不会给我们留下 这一座大墓的墓室之中 几乎被倒空 墓中没有淤土 使时间太短还未形成 随后几天的清理 墓顶全部露出后 考古队员看见一个大洞 通向墓室 当初 盗墓者撬开了墓顶的莲花枣井 并用碎条石做支撑 就是这边把它撬开了之后 这边你看 少两块石头 应该你看脚上那一块石头 有可能 就是它的 就是当时 把这个掀掉之后 因为它要人要进去 显然 这是一伙经验丰富的盗墓者 他们选择从墓顶下手 这里距离地表最近 也是这座大墓 最容易突破的地方 可以容 就是一个人 容纳一个人下去 应该差不多 往里 往里伸一下 那是可以的 可以容纳一个人 但是 整个盗墓过程 应该持续了很长时间 因为从地表挖到墓顶 有近两层楼的高度 而且 要搬开巨石枣井 也绝非易事 至少还得三个人左右吧 两三个人 而且是关系极其亲密的 来做这个事情 在墓室里观察墓顶 另一个疑问 也找到了答案 这两块砖 这两块砖 就是立在 大板 就是这个位置 在倒洞的正下方 正是此前发现的 人字形石板的位置 那个高度不够 所以他就 从这个脚上 把这两块石板 就是翘起来 搬到这个地方 这些都先立起来 然后这样高度增加了之后 他能去我 好往往送 或许 墓室中有大量随葬品 以至于盗墓者 要揭开地面上的 两块条石 搭乘人字梯 方便他们反复进出 将随葬品运出墓室 墓主人精心营造的 帮助我们的其他人 我们说 购物贵 有很多 先嵇 这就给你们 帮助一下 我 快追 帮到这边 我们 再borg 没 咱 平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